小朋友们趴在地上 彼此讨论和帮忙涂色 同心协力要完成大家脑海内的社区地图 原来巴德前名大安以及名人社区 在暑假期间联合举办社区夏令营 六天的课程中带国小小朋友体验烹饪 同军社区导览等活动 其中一堂安排绘制社区地图的课程 大家更是发挥创意 不仅画出可爱版的社区活动中心 以及复兴公园 还有人把先前在社区看到的青蛙 画蜜蜂等生态也画得进去 十分逗趣 就是这个活动好玩吗 还是觉得怎么样 好玩 就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自己去参观 自己脑袋自己起来的 哦是 那所以你刚才负责画哪个部分 公园的一些部分跟活动中心的一些部分吧 那我可以问一下 为什么你要画树跟青蛙吗 因为它有公园的风格 因为它变很多树 我就觉得我画的时候又有那个 所以我就直接用彩色笔画一棵树 那有没有更认识这个地方啊 当然有 真的吗 真的 因为我本来就住在这边 然后呢 我也常常来这边玩 所以我觉得我更认识这个地方了 主则这次夏令营的巴德千明社区发展协会总干事表示 课堂前带小朋友们先绕过一圈社区 并分组绘制 希望让孩子们透过自己的观察记录 不仅更深入了解社区地景物与生态样貌 也藉由分组共同绘制和发表 培养大家的团队合作能力 我们今天的课程现在的课程是社区地图制作 然后让小朋友了解到社区的地景物 有哪些建筑物 然后我们有多少植物 然后有多少的小动物 然后社区公园有哪些设施 我们有带小朋友先走过一圈 藉由小朋友的观察 让他们了解到这个社区的一些很微小的东西都用他们记录下来 最主要是让小朋友能够有一个团队合作的精神 每一组每一组我们分成五个小组 然后低中高年级都参差在里面 那由大哥哥大姐姐交小一点的小朋友 来认识社区的地景物 然后把它记录下来 课堂的最后也让各组上台发表组内绘制的社区地图 许多有趣的设计也让台下的同学们十分兴奋 主办夏令营的社区期盼 小朋友们能在疫情趋缓的七月 实际走入社区了解社区 用六天的时间创造宝贵回忆 记得得语情台湾报道